真叶林生态 台湾的真叶林带分布在海拔1800至3500公尺之间 其中冷山林是台湾海拔最高的一种真叶林 也是最接近北极圈的一种寒带真叶林 从369山庄到雪山圈谷这片台湾冷山林 是全台湾少数的冷山纯林之一 由于林牧生长玉璧被山友称为黑森林 而位于雪山主峰下方的翠池是台湾最高的高山湖泊 翠池周围的玉山原博纯林估计年龄已经超过2000岁 玉山原博在200万年前的冰河时期来到台湾 能适应严苛的气候与地形环境 在迎风的山脊长成矮冠丛 在避风或平坦的安部则形成高大的桥木 是台湾岛上分布海拔最高的树种 有台湾高山守护神之称 其他常见的真叶林形态还有铁山林和松树林 铁山林分布在雪霸园区内海拔2000至3400公尺之间 由于塔克津西上游最为茂盛 形成大面积的纯林 由于铁山分布广 适应能力又强 因此也在不同环境下 与台湾冷山、台湾二叶松等混深 松树林则分布在海拔1000至3200公尺之间 主要的优势种是台湾二叶松 它们在不同的海拔高度 以及不同的掩涕阶段 会与其他树种混深 如台湾冷山、台湾铁山、台湾黄山、华山松 栓皮栗、高山栗等 台湾的山林距离都市不远 假日外出踏青就有机会清净 凉爽舒适的真叶林环境 现在就着手规划一趟雪霸油气之旅 欣赏各种真叶树所构成的优美山景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